如果你的Gmail有好幾千人甚至上萬人的通訊錄名單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發出這麼多人的名單呢 首先你可以利用匯出的功能 到Gmail裡面按下這邊更多的地方 然後有個匯出聯絡人 那我現在選取所有聯絡人6685筆 然後我勾選Google CSV這個格式 然後按下匯出 之後呢它會匯出一個CSV的檔案 我把它更名成2014年10月2號的所有人 Google.CSV 然後呢我到OnlyU的這個軟體 按下匯入 然後去選擇 游覽的地方去選擇 好我去選擇我剛剛那個CSV檔案 然後按下匯入通訊錄 我剛剛其實已經在匯入了啦 所以我現在在操作一次匯入的話 它會不曉得會把檔案蓋掉 所以它就停掉了 好那我重新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就按匯入通訊錄 然後以匯入的聯絡人去取代原本的聯絡人 因為我之前已經匯入過一次了 所以我就把它取代掉就好了 免得它要增加上去 1000人又變2000人重複的 好所以我整個匯入完畢之後呢 我就在電子有件行銷的地方 然後右邊有一個編輯信件內容 點下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信件內容直接貼上來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打 這邊Key字 那我之前已經在Blog已經Key好了 所以這個Blog非常的好用 Blog跟你的電子報行銷可以一併整合在一起使用 像我寫好了一篇文章 而且這篇文章裡面有照片 所以我只要把文章內容跟照片全部選取 然後按複製就好了 複製之後呢 我再到這個OnlyYou軟體貼上去 它就會連照片一起進來了 而且連超連結也一起進來喔 所謂超連結就是你看信件的內容 還有這張照片本身點下去 都會連結到我要指定的那一個網址 那我再來把這個阻止Copy起來 然後一樣貼到我的OnlyYou的發信軟體裡面的阻止的地方 貼上去之後 再加一些我自己想要跟讀者說的話 好我阻止寫完之後呢 我還要去設定我的郵件設定 這個我之前就已經設好了 只要設一次就可以了 我示範給大家看是因為我要告訴你 怎麼樣才能夠大量的發送這幾千封 甚至上萬封的信件 我現在設定的是我自己個人使用公司自己架設的郵件主機 並不是用Gmail的郵件主機 剛剛的設定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設定是設定到我自己的伺服器喔 好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再去為了證明給大家看我自己的伺服器 是不是真的有把這些信件發送出去 所以我們的伺服器裡面呢會有個郵件紀錄值 它就可以去判別你的信到底有沒有確實發出 好像我在這邊呢 我就可以去指定搜尋寄信的部分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做發信的動作了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那個伺服器裡面去看看 信是不是真的有發出去 好我先預覽一下這封信件發出去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我忘記選 好我把那個收件人全部選取起來 有六千多個人 六千多個人 然後按下預覽 繼續發送 然後它會列出預覽每一封信件 它只要它會模擬你一封一封去發送 所以一個收件人它就會列出一封信 一萬個收件人這邊就會列出一萬封信 然後我按下立即發送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按下去之後呢 我選擇自行發送電子郵件 就是用我自己的郵件主機 它就不會去扣到點數 如果你用別人的郵件主機你就要另外花錢 現在總共有兩千五百九十九筆 那為什麼六千多筆只有兩千五百九十九筆呢 因為其他人他並沒有留電子郵件 因為這些名單是好久以前就開始累積了 所以裡面的名單呢 有很多人沒有電子郵件 只有兩千五百九十九人有電子郵件 那現在就開始發送了 你看它現在已經發送到兩千多筆了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伺服器後台呢 我再去重新整理一下 就會看到這些信件已經開始發送出去了 這些就是已經發送成功的信件 這就是我自己的架設的郵件伺服器 有辦法做到這種功能 那如果說你去使用Gmail的話呢 你用這種方式去發送 那一天頂多讓你發送五百封 就把你阻擋了 那如果是一般虛擬主機呢 它一次只能讓你發送一百五十封 那它就把你擋住了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信件的內容 所以說這一節我們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你怎麼樣利用自己的Blog 利用OnlyU的這個發信軟體 當然不只是OnlyU這套發信軟體 還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發信軟體 你都可以去使用 然後再配合你自己的郵件伺服器 那你才可以 或者是你去外面租用別人的郵件伺服器 那你就要另外花費 如果你是要常常去發電子郵件的話 那去租用就會花更多錢 如果你可以自己使用自己的郵件伺服器的話 那你的發信量就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這節講解到這邊 謝謝大家